新北市的两名男子居然在娃娃机店内交易毒品 昨天傍晚八点多只巡逻远景经过三重区集成路 这间夹娃娃机店前 发现两名男子在娃娃机店内是鬼鬼祟祟 行迹可疑 其中一名男子看到这警方靠近 还急忙把手中一包物品塞进这机台缝隙 远景上前盘查 当场查获了毒品安非他命一包 人将聚获 立刻将两人上口带回正班 菊一男子满手钞票在娃娃机店内四处徘徊张望 立民黑衣男子则在店外观察 下一秒快步走进店内 突然把右手往机台间的缝隙伸过去 放大画面看黑衣男的手里握着一包物品 下一刻警察来了 当时两名男子见到警方上前盘查 赶紧将手中的物品塞到夹娃娃机的缝隙里面 而警方一查之下才发现那东西 居然是一包毒品 远景走进店内 黑衣男和菊一男还装作若无其事 但警方早就注意到两人在店内围鬼祟祟 联络场主调阅监视器真相大白 原来那戏男子以三千八百元 卖毒给许姓男子交易到一半 才发现远景靠近赶紧湮灭证据 事发在三十号傍晚 新北市三重集成路上的一家娃娃机店 这店家不少周边还算热闹 没想到两名毒贩竟嚣张相约进行毒品交易 索性远景眼间人赃举获 被抓包毒品交易 即便两人极力辩驳 依旧被当场上铐逮捕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记者林英文陈嘉明 新北采访报道